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市府水利局致力推动的亮点建设,双博物馆自行车道,最后一段二人西水岸车道于11月下旬完工,双博物馆自行车道全线40公里终于贯通。 代市长李孟燕金视察表示,二人西不仅整治成功,下游出现满苗,市府更建制双博自行车道创造清水环境,未来会进一步把其乘路线往东延伸,披荐桥梁横跨岗岗位勾西,欢迎市民来体验沿岸生态美景。 水利局说明,双博物馆自行车道起点位在安南区台湾历史博物馆,沿山海郑律道前接九分子重化区,接往安平历史文化园区,黄金海岸二人西水岸自行车道,沿途经过二人西盘及大甲人工失地,鸟类与鱼蟹生态丰富,最终到观光热点及美博物馆,建议游程路线可游南区, 黄金海岸自行车道进入或于湾里路万年店前,Tbike站出发探访湾里商圈及古错后于南定桥下进入,如从仁德区出发可选择游文贤路道安转运,Tbike站及嘉南要里大学,被三机车停车场,Tbike站延省道一号旁进入。 李孟燕提到,二人西过去曾被批评是黑龙江污名远播国际如律努力事件,前市长赖清德担任立伟时如有新任怀保署长都会请新署长搭船市茶和川臭味,思考如何整治。 经过这几年整治,沿线废弃物清理,设污水下水道,严格稽查等,依稀刷污名,西口出现满苗。 李孟燕说,未来计划建盖跨越港尾沟溪的桥梁土地感谢水利数提供港尾沟溪附近提定以整理,绿树成印,届时路线贯通后,自行车道景色会更优美,甚至还可期到长荣大学,也会针对部分路道优化,全线将近九成是专用道,无需与汽机车征道,保障自行车骑程安全。 水利局长彭绍波表示,二人西水岸自行车道总工程经费5172万元,韩兴建二座跨桥与水岸自行车道,其中最关键二座刚购跨桥寄予桥急缩于桥,经工程单位赶工下,客服体顶空间狭窄及河道吊装施工困难,于迅期前完成桥梁结构体,架设并缩短30天工期, 成为台南转型的水岸自行车道。